建立 建立的话呢 可能我希望做到 如果我们以 刚刚的那个资料 来建立的话 我希望建立 假设类似这边有个范本 这个范本的话 里面大概就是 会有哪些项目呢 第一个 可能各位可以看到 再稍微往下移一下 以下的话我希望的 就是 产品名称 里面有年度 101年跟101年 为什么要101年 因为可以比较一下 你会发现 看图其实就蛮清楚了 101年的销售量 是这样子 102年的销售量 变成这样子 那显见怎么样 这个产品 成长得非常的迅速 101年102年 几乎是倍增 那另外当然有线电话 由 这样子 马上变成这样 快要去乎趴下来了 所以越来越少 所以你可以从产品的图表 那图跟表 当然图会比较直觉 马上视觉化 所以现在很流行就是 一定要视觉化的结果 无论你的表全部你帮我把它变成图 好不好 那能够快速的 而且能够精确的 然后我希望长什么样子 你就可以快速 让它长什么样子出现 OK 所以你要能够由图去推表 应该 给它什么样的表 它才有办法做出 对应的图 OK 所以我一定需要什么产品名称 一定也需要年度 再来就是需要什么 北中南区 假设我这边北中 北中 应该是什么 北中南东 这些 资料区域也要把它放过来 另外的话 上面可能也需要加一个标题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它的data 就是它里面的数字 预设的那个图里面 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待会我也希望说 这个叫做资料标签 我希望资料标签也帮我显示一下 因为我将来 希望看图 上面也要把它的数字都带过来 也就是说不一定看表 看图就有 上面就有data 那再来的话 我还希望把那个什么 把这个表里面 上面做个标题 然后呢 这个底下的话 这个底色方法把它做成 像建成的效果 上面有多一个 黄色的一个 像这样 好像有点像太阳出来 感觉很有希望的这个样子 你看表里面就可以呈现出 很多不一样的讯息出现 OK 所以假设我希望做出像这样的表 要 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 第一个我们从表里面推 从图里面推 这个这个表里面 第一个 我如果希望呢 产生我要的这个 苏纽分析表的话 大概 我们大概看一下 刚刚的东西 我把那个计算栏位又把它拿掉 因为计算栏位 主要是显示给各位看 如果计算栏位不要的话 我可以把它向上拖 放开 我觉得这样蛮直觉的 不要的话就拖到上面放开 那就等于是把那个栏位给删掉 那第二个我需要什么呢 因为我除了产品名称之外 我还需要年度 所以请你把那个年度 假设筛选 有放年度 你把它拿掉 然后把那个年度 放到哪里呢 放到产品名称的列 标签下方 放开 放在这里 那你会发现 产品名称 年度就出现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可以产生一个 我需要的大概的一个表出现 不过这个表里面的话 当然 如果你将来希望把它变漂亮 我刚刚讲过了 预设是阳春的 如果你希望 让这个表变漂亮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 设计里面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你选一个 选 绿色这个好了 马上就变 稍微漂亮一点点 然后如果说你希望恢复的话 你就可以再恢复到五无就可以了 这边可以 加上去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颜色 你可以自己挑颜色 反正这个地方的话 主要是让那个 枢纽分析快速的变出 我希望的那个样子 OK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 假设我这个 枢纽分析表已经做出来了 接下来我希望让它变成一个图 表 图 所以以后枢纽分析表 过渡到图的话 该怎么做 两个方法 特别注意 第一个的话 邮标请你放在枢纽分析表 这个里面 第二个的话 请各位找到 不过我不知道版本 会不会有差异 我记得好像 不同的版本好像也OK 请你找到那个选项里面 选项里面 那你会看到 这边有个叫枢纽分析图 找到这里 OK 功能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要把那个 枢纽分析表 变成枢纽分析图的话 你可以选择 这个地方 版本 你们版本 不一样 这个是方法意义 如果你这个方法 实在找不到的话 请你另外用第2个方法 第2个方法也OK 在插入里面 你可以用插入 你要哪一种图 他也可以直接帮你把 枢纽分析表 直接变成枢纽分析图 两个方法 OK 不过我比较习惯是用第1个方法 在选项里面 枢纽分析图 OK 那一样他会跳出说 你要把这个枢纽分析 表 变成什么样的图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是用直条图好了 反正我们用最简单的 第1个 OK 按确定 好 这个时候的话 他就已经帮我产生一个图出来 但是他产生的方法 感觉有点粗糙 又怎么样他就 就帮你放在上面 把你的原来的表盖住了 这样感觉好像 不是很 好像不是很那种贴心 你应该帮我放在一个新的工作表里面 OK 所以没有关系下来 反正他帮我产生的 那我下一步需要什么 把它移到一个新的工作表 那怎么移动会是最简单的 其实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产生之后 游标目前在这个上方 请你注意看一下右上角 移动图表 有没有 也就是说 他放在这边的意思说 你要不要 自己移一下 OK 那你要怎么移随便你 假如说呢 你以后 是希望跟 这个表放在一起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图 就移到旁边去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 有表 又有图 这感觉还不错 放旁边 这方法一 直接就把图 跟表 放在一起 但是呢 你想说 这样看起来还是不清楚啊 我不要看表 我只要看图的话 那你可以用 第2个方法 点击他 接下来怎么样呢 移动图 就按下什么呢 移动图表 那请你 把它怎么样呢 把它移动到 特别注意哦 移动的时候呢 它会让你选什么呢 你要不要放在一个新的工作表 工作表名称叫什么 OK 那当然这预设是叫 CHAR1 那你可以把CHAR1改成 比如说这个是什么什么图啊 这个是 通讯产品 统计的销售图之类的 你可以自己再把名称打上去 那我 特别说移动图表之后的话 请你选上面这一个 那这个名称看你要不要改了 我现在不改了 你如果要改你可以改一个 你要的一个 那个工作表名称 按个确定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会发现 他就会自动怎么样 帮我产生一个 一个图出来 但是这个图 请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他还有蛮多地方 跟刚刚我秀给大家看的 这个 这个结果 有差异 那哪些有差异 首先第1个 大概我希望各位 后面做几件事情 第1个 我们刚已经完成了移动图表 移动到一个新的工作表 那第2个的话就是说 我希望呢 帮我增加一个什么 这个 图表的标题 那我希望那个图表标题能够置中 我能够把它放中间 并且呢 肢体大小24 微软震黑体 并且加出 意思是说 各位有看到 在那个图表上面这边有叫通讯产品报表 这6个字 可是你会发现 他刚刚帮我产生的这个 上面是没有标题的 那所以 那我要怎么自动 在上面做个标题 OK 这做标题 其实 方法很多啦 不过 你第1个你不要想说你自己用那个文字方块 文字方块拖拉一个 当然也是可以啦 只是说这样不好看 而且未来 他没办法控制 所以建议 如果你要说标题 第1个先 把它产生 移动过来之后 请各位找一下 他里面有什么功能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呢 在 这个版 因为 特别说 这个部分 差异会是最大的 我在2010 2013 2016 这个位置 差异 还蛮大的 所以如果你用不同的版本 可能就是自己在找一下功能 因为 这个词导麻烦一点 那里面的话呢 如果你要增加一个 那个 这个图的标题的话 你可以切到我是2010的版本 版本配置里面 他这边就会有个功能叫做图表的标题 OK图表标题 那如果说你要把什么 把图表标题加进去的话 你就点选 他的预设是不要 那你可以怎么样呢 选择 这底下还有两种 一个是什么 图中 重叠标题 一个是图的上方 OK那以 刚刚我给各位看的 理论上应该是 至终 的重叠标题 你会选这一个 至终的重叠标题 OK 那你会发现到 上方呢 他就会自动帮你怎么样 放下一个 有点像文字方块的东西 我感觉好像跟那个用文字方块来拉好像也差不多 至于有什么差别 我是没有比较过 不过我通常还是用 他给个功能 否则的话最后会出一些状况 恐怕比较麻烦 所以记得是从什么 这边 改成 至终的 重叠标题 当然你想说 那下面这边有什么差别 特别注意喔 你可以自己再玩玩看 如果在图表上方的话 他会在这个地方 独立出来 可是如果再重叠的话 你会发现 他是在 图表的 那个地方 OK 如果图表的上方 他就会 跟 图表是分开来的 一个是叠在一起 一个是分开来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们假设 假设 打个名称好了 我许这个名称叫做 通讯 产品 报表 好了 OK 那接下来如果我希望呢 这个字 假如换 比如我今天有三个需求 第一个我希望字 24号字 大小 然后呢 帮我变微软正黑体 然后加个粗体 变个颜色 那怎么做 特别是说你如果字打上去之后 第二个步骤 特别注意 你游标呢 请你把它放在框框上面 不要放在这个字里面 框框上面 点一下 OK 框框上面跟里面不一样 如果你点在里面是虚线 点框框的话是变实线 OK 变实线之后 再来做设定 要怎么设定 一 请你再切到哪里呢 切到常用里面 常用里面之后的话 那我们在 这个地方就可以设定了 第1个字把它放24号字 字就放大 第2的话呢 请你把那个字改 字形 改成叫微软正黑体 OK 如果你没有微软正黑体 你可以找一个适当的 字体 OK 那再来的话呢 字 加出预色就加出 再来字的颜色 帮我改成红色 好了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已经 产生了一个 图表上面的标题 理论上加个标题 比较OK 所以我这个版本是从 那个版面 配置里面 那我把它放在重叠 重叠的位置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 做完第1个 步骤 里面的话就是 上面 多一个那个 图表标题 OK 第1个动作 那第2个动作呢 我希望呢 能够把什么呢 把这个图例 这个叫图例 这个所谓的图例就是让你知道说 你这个 主轴里面 是放什么资料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它搬到 左边的话 由右 搬到左的话 该怎么做 其实你会发现 不过还是版本的关系 你问你版本不太一样 我可能自己再找一下 我是2010 图例的话呢 特别是图表标题 再往右边看 图例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那个图例呢 放在 图的 预设是在右边 可是我不太喜欢放右边 我希望放左边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 把这个选项改一下 图例 本来在右边嘛 你就把它改成在左边 在左边显示 这个选项把它点一下 所以 图例 在左边 显示 OK 你会发现这边就出现了 这样的话呢 图就过来了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还希望做什么效果呢 在左边显示OK 接下来的话呢 我希望在这个表 每一个 直条图的 最 外围 外面呢 帮我显示 这个上面的数字 OK 这个数字是什么显示呢 这个叫资料标签 所以如果你要显示这个资料标签的话 记得 一样嘛 所以刚刚 如果 其实这都一系列的 版面配置嘛 我刚用的是标题 再用图例 再用什么 资料标签 所以如果你希望资料标签 显示在最外围的话 他预设是没有 那如果你要在 那个柱状的 最上面出现的话 最外面的话呢 其实就是什么 终点外册 其实你只要把 资料标签 找到终点外册就可以 OK 这个 版本如果不一样 这也是蛮麻烦的 可能再找一下吧 反正你可以找到 他的名称叫图例 图例的话呢 你可以选择什么的那个 终点外册 比如说点一下 终点外册看一下 资料有没有出现 有没有发现 这个时候呢 我的 最外面 就会有一个 这个 所谓的图例 这上面的数字 就显示出来 所以一样 就是从那个 我们那个 资料标签 里面 就可以显示 是我要的东西 OK 我版本 真的 我印象中好像 201316 好像就是 这个 部分好像又不一样 所以如果不一样的话 可能要再找一下 那最后的话呢 如果我希望呢 再把那个 还有哪一个部分 我看一下图例部分OK了 所以改成终点外册 资料标签改成 这个终点外册 那最后的话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 这个隔线 再来处理隔线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个隔线部分 水平隔线 我除了有 主要隔线之外 水平部分 还有次要隔线 那所谓次要隔线 就是这边 还会多一些隔线出来 那垂直隔线的话呢 我除了 这个有显示 他的主要隔线 这两个部分该怎么做 这边的话呢 我们最后把这边 隔线部分 你会发现 预设他只有给 那个水平里面的 主要隔线 没有次要隔线 次要隔线里面比较细 重向的话呢 是垂直隔线 那如果我要显示的话呢 那我可以从 这边有个 隔线 各位可以看到了 其实在这边 就会显示出来了 隔线里面的话 他会出现所谓的 那个水平的跟垂直的 那我们先设定什么 水平的好了 水平隔线里面的话 那我就是 预设是只有主要隔线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 主要跟次要的话 底下有个主要与次要隔线 这个时候呢 主要跟次要就出现 隔线的好处啦 当然就是你比较好 去辨识说 每一个直条的位置 他精确的位置 大概在哪里 那再来的话 纵向 如果垂直也要的话 隔线 你可以找到什么 这个地方 有个主要隔线 次要不要 主要隔线 你会发现纵向也帮你划线 所以以后呢 如果你今天 以后你的 那个 涂析化 显示那个隔线的话 那可以从隔线里面 再去帮你完成 这两个动作 水平的 水平是很的 垂直的 那我水平的话呢 我是主要跟次要都显示 垂直的话呢 只显示 主要隔线就好 OK 大概这个地方隔线 把它加上去 最后的话呢 还有哪些功能 我看一下 填满效果 OK我刚刚讲 讲过 漸层 如果我今天希望 让他变成漸层 而且最后呢 再加上有一个 一道 黄光出现的话 那这个地方呢 其实效果 也是这边 所以 绘图区里面 绘图区里面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他预设有一些 其他的 绘图区选项 你就把它点选 那其实 就点选绘图区里面的那个其他 其他的那个 绘图区选项 那我这边其实就是用个漸层效果 那漸层效果的话呢 你就选择漸层 漸层里面你会发现 点击预设就是了 当然以后如果你要 线性辐射什么的一堆的 其实效果非常多 那最后的话呢 上面一道黄光 我印象中好像是 色彩部分的话 把它改成黄色 上面就一道黄光 他就出现了 其实看起来很复杂 其实里面点点选选 其实马上就不一样 那个图看起来就是跟人家不一样 不会这个阳春版 并不会非常复杂 并不会非常复杂 只是说呢 因为我刚刚 用的版本 是 2010的版本 所以 如果你用的版本 跟我不一样的话 就可能 自己再找一下 只要知道对应的名称 然后 大概就 就 因为这个部分 好像我印象中 差异是真的蛮大的 所以以后呢 真的是 像上这种课 可能要 统一一下 固定的版本 如果不一样的版本 这就 有点麻烦 但是名称相似 你可以自己 再针对 类似的 这个名称 去找到 你要的那个功能 所以做出来的结果 就会是长得像 我们现在看到的 我把这个结果 秀一下 先要试一下 反正就是 我希望同学做出来 等于是 这个泛逆体里面 最后那个表部分 大概会有几个 比较重要的 就是 第一个 标题 帮我加一下 第二个 图例帮我 把它放在左边 第三个就是 我里面的那个 这个隔线 隔线部分 把它加一下 所以这个隔线 横的跟重的 自己再把它加一下 最后就 绘图区 补一下 另外就是 资料标签 在终点外侧 大概这几个地方 试一下 绘图功能 误会订队 误会订阅 误会订阅 误会订阅